接著要跟各位介紹所謂的新能源 前面講的再生能源 我們以前都是用煤石油天然氣非再生能源 存量有限用完就沒有了 即使是核能也是釉礦 那個也是非再生資源 所以我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新的能源 我希望找的是個再生的能源 它理論上可以生生不息永續的運用 然後我們再思考再發展 第一個是太陽能 我們有個太陽 然後我們就有一些就直接用 直接拿來用太陽曬 太陽的熱能 這個古人就會用啊 曬衣服就是啊 曬衣服就是啊 曬眼也是啊 就直接曬嘛 就要直接用它的熱能 然後呢 或者是把 以前有做過那太陽爐啊 就是想過那個太陽爐 然後反射然後平行光 然後呢泡霧面鏡 然後呢集中到焦點上 好這就算直接運用 直接運用 好 那現在呢會有所謂的太陽電池 就是這個東西 太陽電池 然後曬曬太陽呢就會能夠產生電 變成電能 然後來運用 來運用 OK 然後呢或者是有一些反應 太陽產生那些反應 可能要組成起來 好這就是這樣子 就是太陽能 太陽能的優點叫做乾淨 乾淨 但是喔 但是這有個小問題啊 就是你要怎麼思考 太陽能本身很乾淨 太陽能本身沒有什麼污染 可是現在用太陽能 基本上都要有個太陽能板 因為那個是半導體工業 半導體工業是一個污染性很大的工業 那個工業做板子的工作是污染性很大的 所以那你要算太陽能算乾淨還是不乾淨 這個人就會有一點爭議 有點爭議 OK 基本上取之不盡 有太陽就會有太陽能 太陽沒了地球也沒有了 我們也不在了 所以你就沒有就取之不盡 安全性它不會炸掉 碰掉 裡面什麼放射性的問題都沒有 安全 缺點 成本高 轉換效率不佳 現在成本高可以掛問號 拜中國大陸之士 現在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越來越低了 所以才會讓德國啊 才可以開始說我要盡量 就是說他們要廢核啊 不要核電啊 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用太陽能發電 才比較變能有可能 以前的成本很貴 現在因為中國大陸的關係 它已經變成非常便宜非常多了 可是後面那邊還在 轉換效率不高 吃進來100 出出去20 這樣轉換效率不好 120是我的舉例 但是轉換效率不佳 然後也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陰天下雨天就沒有嘛 晚上也沒有嘛 晚上也沒有嘛 像我們北台灣啊 台北這地方 冬天經常會怎樣 下雨啊 陰雨啊 就會有問題 會受到一些限制 OK 好 它其實對我而言啊 太陽能還有一個問題 我個人覺得 那等到以後你就知道 我的覺得對還是 你的覺得對還是不對 然後需要很大的面積去曬 才能夠轉換出來 但是要擺很多板 我認為現在你覺得它沒有問題 是因為它用的很少 不多 可是假設有一天 台北市家家戶戶的屋頂 通通都是太陽能板 超常也掛一個太陽能板 到都是的時候 你覺得本來太陽曬下來 照射下來 鼓噪大地 溫暖大地 結果現在通通被你的太陽能板吸收接收掉 這樣不會有問題嗎 我覺得鐵定會有問題 本來這個能量是要給整個地球的 所以把它截走了 拿去做別的用組了 這樣子一定會有問題 如果量質量很大的時候一定有問題 現在因為量質量不多嘛 影響會很少 我說了對不對 以後就知道了 以後就知道了 如果它真的很發達之後 你就知道了 會不會有問題 OK 反正就是它的優點跟缺點 再來就是風力 我們現在在用的 風力發電 就是以前就用過 直接風車轉轉轉啊 什麼 欸這荷蘭是不是 風車很有名啊 那個荷蘭的風車 再來就是現在用這種 我講過了 有人在發展新的風力發電的方式 不用這個 沒有這個葉片 不過那個我們就快把他 就像這個 有一頁風扇轉轉轉轉轉發電 然後把風的動能 中間的方法存起來 OK 風力 它的優點呢 沒有空氣污染 然後你就風吹過去沒有空氣污染 然後也不需要加熱 就風吹嘛 不用加熱 很簡單可以用 安全 也是這樣不會炸掉 不會碰掉 不會毀掉 也沒有放射線 都是這個問題 然後缺點 它要有風 要有風 風力可能不穩 台北是感覺又不像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新竹聽說可能也許有辦法 對不對 OK 風力必領悟 然後我以前看過一個報紙 兩個風力場 兩個風力場在附近 然後附近 然後附近幹掉 就說這個人把那個人 風給你偷走了 就是 風吹過去 他說你把我風給你偷走了 所以害我怎樣怎樣怎樣 OK 裝設設 那根很貴 那要一億吧 用一來算 那一根好像一億 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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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 然後維修 他會爬很高 修 不好修 等等之類的 然後有噪音 他現在 我以前還看過一個 會土壤侵蝕增加 可是後來就沒再看到 他目前現在這種 轉圈圈圈的風力場 電場被人家 被環保人士不滿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噪音 噪音 它有一個低頻的那個震動聲音 阿夫說很吵 很吵 噢 然後一直來 第二個 對鳥有傷害 我也不太懂 就這麼大一個 鋪在那邊慢慢轉 為什麼那輝兒會有問題 怎麼會辣 還是他就對那個 飛過的輝兒有傷害 會不會傷害 飛鳥 OK 好 所以他的缺點 所以用環保的眼光看 他也不是那麼完全的環保 他會很吵 然後他會傷害可愛的鳥兒 會傷害可愛的鳥兒 OK 好 這樣就是台灣會有的什麼 地熱 地球內部就很多的熱 地球內部就很熱 鹽漿它熱熱很熱 台灣這個因為是火山帶 所以地熱運常量很豐富 所以我們就很想要用它來做 有的就是溫泉 地熱加熱水 地下水變成溫泉 台灣很多溫泉 然後它有些有蒸氣 可以用再來發電 好 然後發電 OK 然後優點 運常豐富 像台灣的運常量很豐富 所以上次有看到人家說 哇 我們台灣的地熱運常量 可以抵過潮起座的核能發電廠 很豐富 然後成本也很低 也不會太高 容易做 然後齒劍很短容易蓋 但是呢 也是一樣熱效率很低 轉換效率低 轉換效率不高 然後 它會 所以 流出來熱水很多礦物質 會有多夠 管流要管線 會有一些管線的傷害 另外呢 像我們那個亞密善濫溫泉 是屬於硫磺泉那一種 就會有硫化物 它這硫化物就會腐蝕管線 腐蝕一些東西 OK 那有些跟碳磚泉的就比較好 碳磚泉 碳磚泉 碳磚泉就比較沒問題 好 但是也是有一些礦物質 會塞入管線到那些問題 所以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做 這就是 有關於地熱的部分 好 地熱的部分 好 OK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 以下 一些太陽能風力跟地熱的新能源 有關於 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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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